纽约时报这个消息一出来呢 很容易就让人想到2016年叙利亚发生全国范围的大停电 还有就是今年3月份委内瑞拉持续6天的停电风波 舆论当时就高度的怀疑美国就是幕后黑手 当然了美国始终是没有承认是他干的 那么从技术层面来分析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电网进行网络攻击 有多少现实的可行性 这种可能性要看是对哪些国家 像对美国这样一个技术上特别 网络技术特别发的国家 对它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的 我们知道美国呢在网络技术上 不论是从硬件软件从人才各个方面 它都是非常强的 它是这个网络技术的可以说是这个创始国 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说 美国也通过了一些关于进行网络战的一些 法令比如说去年他就通过一个 这个国防授权法 这个授权这个相关部门呢 可以在网络攻击方面啊 采取一些行动以保卫美国的安全等等 此外呢还发布了一个总统的安全备忘录 这个授权这个国防部长就有权力 从事这方面的这个行动 不必报这个总统审批 因此从法律层面上 美国在从事这些活动方面也没有任何的障碍 此外呢我们知道从战略方面来讲 美国也成立了一个网络司令部 它这个网络司令部实际上就是这个 从事这种网络防御和攻击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此外呢美国在这个实践方面 在经验方面 它也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 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在2016年对叙利亚这个电网的这个攻击 包括对今年年初对维尼拉这个停电的这种攻击 等等都有美国的幕后在操作 所以对美国来说进行网络攻击 啊早已不是个什么难题 呃技术上它已经解决了 所以这次纽约时报报出来的这个消息呢 我个人认为不是空穴来风